现在已经幼秋了 我们养兰花最怕就是没做好预防 因为幼秋之后是大部分兰花孕育花芽的时期 如果说我们不做好预防 有穷害或者是有病害 那么这个兰花长出来的花芽就很难正常生长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增强通风 还有就是养护环境 不够通风的话 我们尽可能控制好胶水 不要给它积雪 积雪的话容易烂根出现烂苗的现象 同时呢 预防性的杀菌药一定要用上 像这种带生猛芯 最好是20天到一个月 给它喷洒一次叶片 浇灌一次根部 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控制病菌 预防兰花出现病害 导致花芽不能正常生长 如果说我们的兰花 已经出现叶片胶尖有斑点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另外做处理 用带生猛芯就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说大家的兰花还是处于健康的状态的话 一定要做好一方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兰花 长出来的花芽更加的健康 好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推荐了 我推荐了 我推荐了